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葱丝 香菇丝 还有红萝卜丝 最重要就是这个粉丝了 这个粉丝就是关键在这里了 怎样来处理 我们浸泡那个香菇的水就不要倒掉了 那是很香的 然后将这个香菇的水呢 加一点点的盐 还有姜油 一点点的油 然后烧了一锅的水 就将这个粉丝放下去 我们就数一一二到十 那就可以捞上来了 沥干水分 将刚才那个香菇的水 还有油在里面 就搅拌它咯 因为汆烫过之后的粉丝还是粉条 还是一定要有一点点油在里面搅拌的 要不等一下焯起来就很难了 就一团一团的就解不开咯 然后有一点油有一点水在里面 现在这个粉丝已经上色了 美美了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锅 倒一点点的油 首先就将这个蒜米放下去 包香它 现代的人很幸福 竹菜就有这个 这个煤气炉 还有插电的也是很好 就不像以前咯 以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要煮饭 那个时候我负责煮饭 我煮饭的时候我才七岁 就用那个火 用那个柴火煮的 哎哟好难哦 时常都煮不熟那个饭 那小时候每天要煮饭 就是很压力很重就对了 包香了这个蒜米之后 才倒进这个虾仁郡去 这虾仁郡去要炒香它哦 虾仁郡一定要炒酥 炒了有一点点焦黄 那就很香了 然后再倒进这个鸡香肉 刚才说到我小时候 住在乡村里 我七岁就没有妈妈了 所以那时候我有三个妹妹 跟奶奶一起 以前像人家的孩子就是 姐姐很小很小就要带这个妹妹 然后要煮饭了 每次煮饭用那个柴 好幸福就对了 时常都爸爸晚上要吃饭的时候 都发现那个饭煮不熟了 那是因为用那个柴煮很辛苦 我奶奶这样教我 她说要起这个柴火要怎样起 起就着火就烧起来烧起来就煮饭了 她说那个饭的水已经干了之后 你要把这个柴退出来才不会烧焦哦 就在那一直哭一直看一直看哦 一直看怎么会熟呢对吧 现在哦长大了懂得煮菜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那个柴又烧了一会就好了 就没有那个火炭在里面了 那个柴退出来 当然里面没有火了怎么会熟啊 现在想起来又觉得很好笑 以前真的很辛苦了 好像每次都要哭 很害怕那个煮饭煮不熟的 以前穷人家就是这样哦 连那个蒸汽锅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啦 要不就可以拿去蒸哦 里面放水上面放那个饭就可以熟了 我现在把所有的材料都炒熟了之后 等下来 就是现在我下来就是这个是糖 我没有用味精的 因为用味精不健康嘛 现在很多的人都不吃味精哦 你跟着灰蒸酱煮哦 你凝失败的 一定会慢慢地煮哦 一次煮 两次煮 三次你就变成大厨师了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厨师啊 我每天要煮菜给五百个人吃的 如果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啊 那才知道我是一个厨师 把所有的材料就就拌完了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要再加一些香菇的水在里面 让刚才那些糖啊 盐啊 融化 一点点就够了 让那些融化就够了 香菇的水是很香的 等一下这道美食哦 哦 炒完了之后啊 吃起来真香啊 当然里面的配料我们可以随意的加 还是剪 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加上去了 今天我煮的是三十五个人的份 用那个粉丝是一千五百克 如果家里没有那么多人就不需要用那么多了 视频看到这里 就帮慧珍点一个订阅 点一个赞 然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哦 谢谢你们看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然后呢 我今天就是要做两次来 拌匀它这个粉丝跟这些材料 现在两样都熟了 就是拌匀它就可以了 因为太多了 所以要分成两次才可以 如果我们煮的是两百克的粉丝就不需要了 一次性就可以了 你看我的锅那么大 因为啊 每天都煮菜给很多人吃 之所以那个锅都是大大的 小小的不够用 当这些盐啊 糖啊 如果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加 所以说就是一点点的下去咯 一点点的加 不可以一次性加那么多 现在才倒这个粉丝下去 这个粉丝刚才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这样扮演它就可以了 我们做了那就是 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后 都是可以培养兴趣的 兴趣是培养出来的 当我们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哦 做到了超过了十天哦 那就会变成你的性格了 有空的时候就多多看一些书籍啦 心理学啦 什么啊 让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精彩了 每个人啊 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问题哦 对吗 来看看会真的视频 你们就开心咯 到最后再将这个蛋丝下去搅拌 因为蛋丝它很容易断断的 所以就是在最后咯 现在这道美食已经煮熟了 就是最后的功夫就是搅拌 搅匀它 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很整齐了 你看 已经美美了 我忍不住了 要尝一口了 嗯 好香哦 好好吃哦 好香 真香 香菇的味道 现在可以盛盘了 等一下加一点葱花在上面就美美的 一道香菇炒粉丝完餐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哦 下期再见咯 拜拜